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一章的三十六到四十二节 题目是跟随耶稣 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 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 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深圳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在这一段当中开始讲述 耶稣的门徒是如何开始跟从耶稣的 刚开始呢 耶稣是孤身一人 他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前 并没有开始他的事工 也不需要门徒 等到了约翰处也受了洗 那就要开始服侍了 他就需要门徒了 此时耶稣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 也没有什么名声的年轻人 又有谁会跟随他呢 这时约翰就将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 并说这是神的羔羊 这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自古以来的先知都是以神的仆人自称 那么我们该当如何理解神的羔羊呢 要知道最早献祭的就是亚伯与该隐献祭 亚伯所献的祭就是讨神喜悦 所献的就是出生的羊羔 那是神所喜悦的祭物 那么一个人又怎么会是神的羔羊呢 所说的就是他会是神所喜悦的 这可绝不是谁都能担当得起的称呼啊 约翰如此做的原因就是要把门徒让给耶稣 那些门徒听到约翰如此的称呼耶稣 也都很自觉的开始要跟从耶稣了 他们原先离开自家来到旷野之地 跟随约翰这个生披骆驼毛皮的人 所追求的本来就不是荣华富贵 而是要讨神喜悦 所以这些门徒会离开约翰 也是体会了约翰的心意 而耶稣也明白这种安排 这正是约翰作为铺平主道路之人 所做的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当门徒们要跟随耶稣 双方也什么话都不必多说 立刻就进入下一步的安排 耶稣就问门徒们说 你们要什么 门徒没有问耶稣 以后薪水多少啊 有多少休假日啊 有没有健康保险 有将来什么退休计划 这些门徒都没有问 他们只问主 拉比在哪里住 也就是说 他们只要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便满足了 其他什么都不问 而耶稣呢 对于门徒们也不藏着耶着 他立刻带他们去看 自己住的地方 湖里有洞 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 这句话当然不是说 耶稣连一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只是他所住的地方 却不是他自己的 大半就是住的 或是借住的地方 不会豪华 甚至也谈不上舒适 服事神所求的 不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 世上的荣华虽好 人也都喜爱 但那总是在世上是属世界的 经上还有话说 不要爱世界与世界上的事 人若是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如果人贪爱世界 恐怕真是会迷失了 侍奉主的心 不要以为优渥的生活 不会腐蚀了 侍奉神之人的心 优渥的生活虽然好 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 也确实是需要养护的 但是我们却要坚定 我们所服侍的对象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如果侍奉神和地上的荣华 不能两全 不要以为这两件事 不会起冲突 如果有机会 撒旦也必定会用这种事情 来打击人 侍奉主 爱主的心 若是让人习惯了 舒适的生活之后呢 要再让人在侍奉主 与侍奉马门之间二选一 那可真的就是一个大试探了 这些门徒们跟随了耶稣 他们看见耶稣的身份 也都是各有理解的 约翰介绍了 他是神的羔羊 但是门徒们 也会有他们自己的看见 安德烈就对他的哥哥西门说 我们遇见的就是弥赛亚 这可真是难得的见解啊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